因為本土疫情年少 又開放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可以公費施打疫苗 所以讓民眾的接種疫苗 意願是大幅提升 各大醫院的預約也已經爆滿 在十二號出現了 單日接種人數的新高 有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人 但AZ疫苗的期限 是分別在五月底和 樂月中旬到期 如果到時候新疫苗 還沒有辦法進來的話 可能會引發第二劑 在哪裡的困境 本土疫情急速升溫AZ疫苗 這兩天成了大熱門 各家醫院的預約人數 只有爆滿 可以形容 民眾加上醫護人員接種疫苗的意願 明顯提升 從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的統計數字 也能感受得到 三月二十二號開放施打疫苗以來到 五月十一號 總共有十一萬三千四百八 十九人接種 而疫情爆發後 五月十二號單日接種人數 就有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人 其中以新北市最多兩千七百九十人 臺中市其次 再來是臺北市 疫情延燒 加上開放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公費施打 民眾強打疫苗 第一劑與第二劑要間隔八週 三月二十二號首批接種疫苗的人將於下週接種第二劑 再加上國內AZ疫苗的期限將分別在五月底以及六月中旬到期 如果新的AZ疫苗沒有在六月中旬進到臺灣 恐怕會面臨第二劑在哪裡的中心 對於疫苗供應狀況 部分醫院樂觀以待 若真的國際疫苗短缺 地方政府能否自行採購 指揮官陳時中認為現在疫苗是防疫的一環 希望還是由中央統籌處理 以免混亂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